藍色轎车停在带转区 准备转弯 但下一秒却突然踩油门 直直往前冲 猛力撞上分隔岛 轎车瞬间弹起 翻转了90度 轎车车全毁 车轮爆胎 车门转好变形 元旦早上7点左右 新北新庄区服人大学前 21岁的张姓驾驶 往桃源行驶 不顺自撞分隔岛 造成手脚擦错伤 轻微脑震荡 而下午板桥也惊喘车祸事故 清洁车行进转弯处去 越开越偏 直接冲撞碾压路旁 整排机车 7台机车如跌骨牌般被撞到 物品也掉落一地 63岁的流行驾驶 疑似身体不是撞上一排机车 当场失去意识 被送一急救 人在下午5点多宣告不治 另外在跨年夜 也有轿车在转弯途中 不慎与车发生碰撞 其实急杀人来不及 告诉撞上轿车 当场攀飞倒地 我来看到我们后车 在那边 车祸事件就发生在 新庄区域民间 85巷与福音路口 警方初步研判 45岁的神星驾驶 转弯时没有理让执行车 才会念祸 造成18岁的王姓骑士 额头撕裂伤 手腕骨折 原来跨年新北事故频传 警方也特别呼吁 用路人因小心驾驶 以免毁了廉价 好心情 记者谢宏如彭新美 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